另外再帶您看到是2017世大運的開幕倒數74天 有鑒於進來國際恐攻事件頻傳 因此立委吳秉瑞以及呂孫玲 特別邀請了相關單位跟領口區的各里里長 前往選手村來了解相關設施跟動線 2017世大運開幕倒數74天就要登場 位在領口的選手村也進入最後趕工階段 有鑒於進來國際間恐攻事件頻傳 立委吳秉瑞 呂孫玲上午特地會同相關單位 及邀約領口區各里里長 實地考察相關設備及動線 8月世大運已經要舉辦了 所以今天特別來了解選手村跟運動場子之間的交通 能不能妥善解決 以及這個危安問題 因為現在恐怖主義全球盛行 所以如何安全的問題照顧好 吳秉瑞表示現在世界恐攻的趨勢 民眾及參賽選手而言都人心惶惶 因此特別來了解相關的危安措施 並提醒有關單位 除了反空演練外 在緊急疏散還有相關機制絕對要做好 過去在這個選手村在興建的時候 其實有非常多的討論 包含治安的問題交通動線的問題 其實都是我們在地居民還有民意代表所關心的 那藉由今天的考察呢 就是希望說將這個治安的問題 動線的問題來一併解決 另一位旅森林也說選手村的動線 交通動線及治安問題地方有很多的討論 委員會也有辦考察 就是希望能夠將地方的聲音能夠做討論 在世大運舉行的時候 所有的問題都不會出現 記者在林口採訪報導 我們來做討論 直到討論 我們來做討論 醫生的電話